拍這種戲很容易卡到東西 我還可以一直講這種話 對 就是會很緊張 沒有啦 我就 我有去就是 還是有對不對 還是有 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遇到過嗎 我有 這個是真的有 就是不要亂講話 像我剛剛也亂講話 對 回去打一下 像我 今年不是有去過年的時候 不是有去下 嗯 然後 然後 那天去飯 去住那個飯店的時候 我就一進去 那天飯店就 房間特別大 廁所也特別大 然後我一進去就覺得 為什麼這間廁所裡面有那麼多 就是那種把手啊 好多喔 然後 我就一直覺得 我就一直覺得 這間房間為什麼這麼不對勁 雖然它很漂亮的戲 可是它就是廁所就是不對勁 就覺得 這麼漂亮的房間 廁所不應該是長這樣 不應該有這麼多把手 為什麼正常人 就是不需要這麼多把手吧 然後 結果我們 才發現 哎 我們這間房間是 特別給 就是 身體不方便 身上也是 住的 然後我就想說 欸為什麼 飯店會給我這間房間 然後我那天晚上就 在房間裡說 講了一些 我一定要換房間 我不想住在這裡 我就講了這種話 結果那天晚上 就被火壓 因為 因為我那天就是吵說 我要我不要住這裡 我要換房間什麼的 結果那天晚上 我那天晚上 我那天晚上 我就睡 睡睡睡 然後就突然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我也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那天晚上呢 我就睡睡睡 然後突然就覺得 欸為什麼 身體動不了 然後看到有一個人在 床旁邊看著我 我看到了 然後那時候下一次我就 因為我都不能動 我就這樣不能動 然後我在睡覺 然後 然後她睡在另外一張床 床上 我就想說我要叫她 叫她來救 然後想要叫她的時候 我連嘴巴聽不懂 發聲 我就一直這樣子 就一直叫 然後一直叫不出來 然後突然 最後一聲音 叫出來 我要 然後我醒來 她也被我嚇醒 對 其實那時候以為她在做噩夢 她有全程聽到我在掙扎的過程 你們知道我那時候 完全就是 不敢看她 因為我是真的很害怕 我想說她做什麼噩夢 好可怕 妳趕快醒來 結果她最後叫了最後 那種最大聲的聲 我真的最後一聲就是 因為我一直就是 被挖住 而且我沒有話 我就一直 然後最後就是 我看一下 真的鬼要床 真的 她真的是全身就是沒有辦法動 然後身體是很不舒服 嗯 妳有哭嗎 沒有哭啊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我醒來之後 還有點愛面子 就是 她就突然說 幹嘛 因為我叫 然後就繼續睡 我還繼續睡 我沒有起來 我會哭 而且我會就是 不敢自己一個人睡 應該會跑到你旁邊 沒有 我就是 我就是 因為我太累了 而且現在就只想睡覺 而且現在就只想睡覺 不要小心啊 我會就是 不要讓自己一直 亂講話 如果我覺得不對勁 就 把房門關起來 然後去換房間 不要在那邊 亂講話 對 而且不是進去之前 都要什麼敲三下 打擾囉 什麼的 我好像沒有 我覺得是看個人 就是 一些 反正就是 管好自己的嘴巴 就比較不會 管好嘴巴 管好嘴巴 尊敬 那優有遇過嗎 我 很久以前 在國中的時候 我有遇過一次 就是畢業旅行 然後那時候 我也是在飯店 然後跟 兩個 一起 一起睡 兩個女生一起睡 然後那時候 在房間裡的是 一個女生在 就是裡面洗澡 然後我在床上 就後來 就是 過了幾分鐘之後 就突然覺得 我旁邊的床的下面 那個 那個東西在搖擺 然後說 誰 床裡 不是床的那個 床單 床角 被搖擺 我說誰啊 誰是下面 你給我出來 結果後來我一打開 沒有啊 很可怕 這個冰鬼還可怕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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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老鼠冰鬼很可怕 有嗎 結果後來我一打開 就 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然後 我就想說 那剛剛 結果後來我又看窗戶 想說是不是瘋 結果後來也不是 然後我就馬上跑去敲那個裡面 在洗澡的人說 你趕快出來 你趕快出來 然後她說 說幹嘛 說你快點出來 結果她就包著浴巾出來 說幹嘛 然後馬上拉她出去 其實我覺得這整個故事最可怕的是 你朋友包著浴巾出來 會嗎 結果後來那時候 有馬上跑到另外一間 沒有繼續嚇人 最後是會飛的老鼠 哈哈 好 不要再講老鼠了 我就很可怕 下一步就改拍恐怖的老鼠 欸這個而已 這個我沒有辦法參演的 沒有啊 你就直接就是不用演啊 我不用演 我就可以演得很好 我就從頭哭到尾 所以這次這部戲的角色都是出體驗 未來有想過說 想要嘗試什麼樣的角色嗎 不是想要嘗試那種 穿女超人那種 或者是警察 女警察 那種很帥的那種 要很多那種動作片啊 動作 要很多動作啊 要武打那種 武打不用就是很帥 可以一直耍帥那種 就是要一直擺很帥的姿勢那種 就是要一直擺很帥的姿勢那種 那你咧 我媽我會想嘗試武打吧 所以你們兩個就互打 可以啊 一個拿槍一個武打 那我就贏啊 不可能 你在遠方要衝過來就碰 我會贏分身之術 所以 我以後你就演賊啊 那就演拿槍的就是警察 然後我就戴個 我不要戴頭套啊 戴頭套就沒有 就沒有賣點 你就知道戴頭套嗎 就知道戴頭套了 是還要演嗎 是行的老師 網路上的朋友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他們都沒有問題耶 他們都一直在稱讚我們耶 對啊 害我剛剛都不敢看有點害羞 真的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稱讚啦 跟著哈特優 跟著哈特優 要刷那個啊對不對 禮物嗎 有啊有 留言啦 留言 這些 多支持化師 營養化師 對啊 再過幾個小時就要上映了 好我們再給剛才才加入的朋友 介紹一下我們上映的時間跟平台 好 10月31號 也就是明天 在騰訊視頻 跟大家見面 營養化師 對 那一部戲的這個背景是明初的時候 所以服裝其實平常也穿不太到那樣的衣服 對啊 有沒有覺得那樣的質感很喜歡呢 有耶 而且因為這一整部戲我換的衣服最美 因為我們是那種 千金小姐都是最漂亮的 對 都是最漂亮的 對 我永遠都是那一套 對 而且我每次換衣服會想 哎呀你怎麼還是這雙鞋啊 我都不知道換幾雙了 你看戲裡戲外就是太入血了 很小心 我知道你們 不知道我在那邊有多苦 而且我每次都一直換一些很華麗很華麗的皮膚 對 看到他每次都穿著那邊 旁邊就一個小八塊 而且 欸小 你怎麼還是這雙 很慘 而且我漂亮的 我漂亮的時候很少 真的是很少 我們拍攝15天 沒有 有3天就很慶幸 你會慢慢變漂亮 對 我們是漂亮的時候 你就是慢慢變漂亮 對 可是你那個女學生的裝扮 我覺得好棒喔 好清純喔 真的嗎 你真是真心在成這樣 是 哈哈哈哈 就是 現在叫入戲 入戲 就是 對啊 是那時候演戲 欸其實我可以分享一下演戲 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那時候是第一次演戲 所以其實對 呃 什麼走位啊 還有 那種燈光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其實走到這個位子 會 光會 嗯 會擋到別人 攝影的鏡頭啊 對 或是 欸這個節目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該要怎麼演戲 就是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演播戲 所以對這些東西 很過身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寫導演 就是 他很耐心 一步一步教我們 而且就是我們擋到 他也不會生氣 他會說 欸你剛剛擋到沒有關係 教你 嗯 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我覺得演戲 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你要再 你要一邊演 你演要演自然 然後你不要說台詞 嗯 台詞的時候你也要走位 走位你也要注意 不是只注意自己 還要注意你走的時候 會不會擋到別人 然後 反正就是你要同時間 去注意到很多事情 然後你又要演戲 對 所以我就覺得 要當一個演員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很不簡單 不簡單 而且你 有時候你情緒一來 你就沒有辦法顧到太多 對有時候情緒一來 就是只顧到自己的 就忘記了 就沒有辦法顧到太多 所以我真的很 很佩服那些 很厲害的演員 穿著這個衣服的時候 有感覺到自己 可能上輩子 是這個時代的人嗎 蛤 我以為我上輩子 只是 那你覺得上輩子是什麼 豬 豬 豬 這樣說不好嗎 有這麼漂亮的豬嗎 就是很愛吃啊 然後就是 就是真的是無時無刻就是嘴餐 然後很想吃東西這樣 就是好像跟上輩子有一點關聯 所以我就想到 豬 而且我又屬豬 對啊 想到有一點關係 對嗎 然後 我覺得我上輩子是奴婢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這輩子 就是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無怨無悔 對我很好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 他們要對我這麼好 我又沒有給他們什麼 就只是因為 他跟我是朋友 那我就覺得 那我可能上輩子是他們奴婢 所以他們 這輩子 要來慌我 哈哈 你也是很戲劇化 哈哈 因為可能你上輩子就是玩公貴族啊 給他們很多東西 所以這輩子他們又繼續對你很好 你的想法很正面耶 真的 我一直是啊 哈哈 然後我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網友要問 我們幾點上映 幾點上映 幾點上映 應該是不是十二點 對 應該十一號十二點就上映了 好問題我也不知道 我們很一起來秀 我們今天凌晨十二點 我們就上去看一下 對 跟你們一起 不然我們再來 跟大家分享 營養化石的預告 讓剛 上線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再看一次 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營養化石的預告 好的 我們現在 現在努力的加載中 應該有很多朋友都看過這個預告了吧 對啊 其實這個預告有很多版本 嗯 有出版 然後中間 也有一些 改變的 欸像是那個什麼啊 因為最近我們 臉書 欸臉書跟Facebook Facebook就是臉書 跟微博 哈哈 有在倒數啊 然後就有一些那個 海報的宣傳照 然後我自己很 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張宣傳照上面 寫著愛情和永生 你會選擇哪一個 這個問題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會選擇 愛情 因為你永生 你要永生到什麼時候也沒有意思 我會選永生 因為有永生就可以一直有愛情 可是這個愛情是你沒有辦法就是 等到一個真正幸福的愛情 對不對 你要一輩子永生 但是你都得不到幸福的愛情 可是那個愛情你只能一個喔 就是那一個 那也可以啊 我是覺得 人生幸福一次就夠了 你看我多知足 唉唷 唉唷 我很知足嗎 就是 覺得這個 這個人 這個世上就是能發生 能發生一些很幸運啊 然後也很 就是 這麼幸福的事情不多 所以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 面對這個世界就是要洗一洗 是真愛 唉唷 他講成這樣子 我覺得我突然 唉唷 我好像都不行 沒有 哈哈 唉唷 我好像是一個不小心 沒有啦 我是選永生吧 那講完了嗎 選永生 好啦 看預告了啦 還沒啦 還沒嗎 好吧 那就 因為我覺得就是 愛情真的就是 隨緣嘛 嗯 所以你們兩個 一個是姓愛情 一個是姓永生 對啊 那他們兩個一起就是 愛情永生 嗯 他不願意 所以維成為什麼 不願意選愛情 我覺得 我覺得維成都不是一個很看重愛情 哦 他很看重友情 友情 親情 嗯 錢沒有啦 沒有啦 友情親情跟我事業心比較重 所以 如果在愛情跟事業做選擇 我覺得會喜上愛情 嗯 這樣喜歡你的人會傷心耶 還好現在沒有人喜歡我 哈哈 所以沒有人會傷心 來來來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預告啦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